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众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维泰台北股市涨多了拉回 当然并不让人意外 那么接下来的走势会如何 您的看法 奉行早安 大家早安 昨天我们看到台北股市至少在开场的时候 表现还算相对的一个抗跌 尤其是在OTC的一个部分 大概在11点之前都表现相对的一个强势 但是在中盘过后 那么这个卖压就陆陆续续的涌现 那当然这个可能跟整个这个加权指数 过高之后拉回做整理跟修正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么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美国的收盘 四大指数当中只有一个指数 下跌的幅度是比较重就是在肺盘的部分 那肺盘昨天的收盘是下跌了1.93% 算是跌的不轻 真的蛮重的 所以在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 可能会优先看一下 大概就是台积电的一个部分 因为台积电AD昨天在收盘是下跌0.93%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早上还是会有一点卖压的一个产生 但是最近呢 我发觉到台北股市 有点跟国际股市有脱钩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国际股市有出现下跌 台北股市不一定会跌 或者是在个股的一个表现上 会有相对这个抗跌的一个演出 只不过呢 在盘式的一个观察上 我个人观察到就是 内股轮动的速度 仍然有在加快的一个情况 简单的说就是 例如说前几天有上涨像是PCB 结果在昨天就休息了 那么昨天呢 上涨的率是落在 例如说像2448的一个经电 盘中也一度攻到掌停板 但掌停板没有锁住 那也带动了其他LED的一个族群跟个股 所以在每天都有不同的一个 类股的一个表现的情况之下 而且LED好久没听说了 对啊 就是轮动嘛 对 就是轮动 所以说那种朋友不要担心 如果你的股票到现在都还没有动 总有一天等到你 应该还是有机会 只要上盘它的这个 不要马上出现破端性的一个走空 其实你的股票都是有机会 所以其实现阶段的操作难度 其实是蛮高的 那有可能就是过去我们常常在用的一些方法 例如说你喜欢追强势股的话 那用这种情况做最近的一个操作呢 就会变成就是你一追 可能明天早上你如果没有注意 高点就没卖到 然后你就套牢 例如说像前两天那个8016南店就是一样 前一天很强 还一度工厂领盘 厂领盘收盘 结果像昨天一开高 早上大概在9点15分就进高点 你没卖到 就开始一直往下跌 所以只要一追高 其实都很容易被套 一方面手上的持股如果长久没动的话 其实这段期间都有机会动到 但是千万别追高 一追就可能被套 是啊 那除了南店之外 像加联益 昨天其实早上一度冲高 超过7个百分点 结果收盘你知道怎么办吗 它收盘跌2.99百分点 将近跌了3% 来回10个百分点 对 从正7%到家间-3% 来回10% 对 其实现阶段的操作难度 事实上是蛮高的 超过10% 因为43.5到38.9 对啊 我觉得差距好大 差距很大 所以昨天我去我学生 跟我说老师 我们早上没卖到怎么办 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事情已经成事实 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讲 这个时间点你不要去贪心 因为你只要贪心 想要明天再找个高点再卖 那明天一旦有事情发生 离忙忘记了 哇 那个卖点可能就错过 那不过像家联益这种 就是至少它的短中期均线 还在往上翻扬的 所以在长线保护短线的前提之下 勉勉强强 我认为说它再多报两三天 搞不好就轮到它了之后 还有一次往上做冲高的机会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 这种预测很难 没有办法 对 没有办法去保证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说 碰到有急速拉高的这种 尤其是那种放量往上做拉高 其实都怀疑说会不会就是 有心人拉高去进行一个出货 所以这个是短线上面这些 之前比较强势的一个中小型个股 的一个要注意的点 那另外来讲就是 有一些的这个个股 它其实是之前没涨到 最近有再涨到的 例如说像刚刚所提到LED的部分 但是我个人觉得有机长个股 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报告过 但是现在要终于发动的 例如说像2317的鸿海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提过 我说长远来看 七次头的鸿海 有没有具有投资价值呢 那时候我有请问 他一年赚七到八块钱 对 然后他就算配息 就算配息 他不是全配 但他都配四块钱以上 所以你八十块钱以下 那就是殖利率超过五%吗 本益比达十倍 是 而且这个有一些洪家军的股票 他的股价甚至还低于尽值的都有 那我们就不管其他 我们就以大家比较关心的鸿海来看 他现在呢 这个股价已经从七次头来到了八次头 而且才刚刚往上去做发动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他 其实这个跟他在之前的一个筹码 那个变化 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之前我们在关注他的时候 我跟大家提过 我说这外资一直在卖 可是呢 卖不太下去 这个七次头 这个在前阵子 这个股价 除了有一次 这个在六月 六月初误的时候 有一次来到七十点一 基本上他都一直没有到到六次头 就在七十块钱 这个准数的关卡这边 似乎就有这个低接的买盘 在那边做低接 但是因为当时外资一直在卖 所以我跟他来说不用去做追稿 那但是这件事情呢 也就是说大概在十月开始 发学员每一次在卖的这个外资啊 他没卖了耶 他开始由卖超转为买超 由外超 卖超转为买超 所以这个就很明显看到的一个 法人的一个操作 一个动向 尤其是大型股的一个部分 这种动向 他不会像小型股一样 我先两天买超 然后后面两天卖超 不会 他通常一旦出现 由卖超转买超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会是一个 持续性会发生的一个动作 所以鸿海这边往上做拉高的 一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应该还没有 这么快去做结束 所以你反而觉得鸿海 它的发动应该是 一段期间的 它不是这种轮动型的 对 它确定就是在这个 七十块钱这个地方 已经做了一个成功的一个落地 绝对强光 对 那同样的呢 在4938的合作有类似的情况 4938合作 其实这一次它在除先锡之后 来到了它的低点 46.95 那这个当时也看到了外资持续在做卖超 不过在9月份之后 我就发现其实外资的操作方法不一样了 它从持续性的这个卖超 转为持续性的一个卖超 所以咳嗽这波也在慢慢的往上动 所以似乎在整个平概股的部分 都有出现就是怎么讲 就是光怎么讲 这个乍逢生机的感觉 就外资由卖转买 对 大家似乎就觉得 而且是领头羊带动的 过头 对对对对 那除了这两档个股 是外资在加码买进的之外 还有像是2474的可乘 可乘事实上也是投信 这边再回头再做买超的一个部分 那整个股价也在低档 这边缓步往上做垫高 那还有一些就是 例如说像TPK 前阵子也就看到 它在低档有拉出中长虹的一个表现 当然拉出中长虹隔天就一定 拉回做修正 刚刚说过 这个是最近盘面上面的特色 不过整体来看 它就整个是属于 缓步往上做垫高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电子族群的部分 我大概会从这一些 之前比较少被大家提到 甚至被大家遗忘的 这个这些的一个电子的一个个股 来去做一个切入跟观察 所以微态对不起 那我记得 所以对你来说 如果手上没有红海 没有合缩 没有可乘这一些 你会建议现在 其实虽然有点追了 你会建议追吗 其实追到不必 但是你可以先有一点基本事故 比如说像2317的红海 这种有点基本的一个持股 那你可以等拉回的时候 再去做一点布局 或者是说 你现在80出头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他有机会来到80块钱以下 虽然没有买到75块钱以下 但其实 七字头你若有见到 我觉得 站在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我刚刚说过 七字头的红海 理论上是不会 长线来看是不会吃亏 那再来就是传产的部分 传产股这一波 其实比较强劲的 就是资产股 我们跟大家报告过 那在指标股 2101南港 如果是看为不回的情况之下 我个人认为 其他的资产股 都有可能会跟着往上走 那同样在南港地区的 例如说像1722台肥 最近有所拉回 那其他的呢 包括像是四林区的 像后生板桥区的后生 然后在四林区的市电 市指这一些 这些老牌的资产股 我觉得在接下来 如果说这个指标股 南港都没有拉回的情况之下 这些个股 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留意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 众议财富分析师陈维泰